Mustle Maze 又是我多士 還有我椰青 今天我們的嘉賓很特別 是平時你在街上是不會看到他們的真面目 那是甚麼人來的呢?多士你知不知道 變臉女郎 變臉男郎 也有一點像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Sport Soho的一段片 叫做跟機打排球 我們有一隻跟機仔 就是Sport Soho的Mascot 即是一隻吉祥物 而我們今天的嘉賓 就是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做吉祥物演員的辛酸 也不是只是辛酸 而是很多其他快樂的東西 我們今天請了兩位吉祥物演員 上來跟我們聊天 有Joman和Bosco Hello 兩位 Hello 好可愛 他們兩位為何會找他們上來聊天呢? 話說未來有一期 我們Sport Soho 會講一套關於打籃球的漫畫 就是UBL的籃球 我們的籃球學員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角色 其中有 魚太郎 還有 鯊魚 還有阿狗 就是由我們的Mascot演員去做的 Joman 你們就分享一下 一開始做這個 因為這樣說 你們是否做了這一行很久 放心 不會有人認得你們 聽聲音 我不會知道是誰 盡情說 你們是否做了這一行演員很久 如果數起來 我們都已經有十幾年了 但是 有這樣說 UBL這個品牌 就剛剛在今年開始了 牛和鯊魚 剛剛說的 T-Bone 和Finn 現在我們就開始去想一下 其實他的性格是怎樣 現在開始處理 他們沒有性格的 有性格的 在漫畫裡面是出現的 是的 但是還可以做多一些不同的性格 可以做出來 現在這把聲音是Joman的聲音 還是T-Bone的聲音 是沒有聲音的 其實是 Bosco 是的 其實除了在UBL裡面做過他們的角色 其實我之前第一次做 應該是大約五年前 在某主題樂園裡面做的 是的 那時候就開始了做Mascot的時候 就發現原來Mascot這份工作是挺搞笑的 是的 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 可能你平時會看到Mascot出來 你會以為他很興奮 但是原來做下去 你就會知道 出汗就出得多 運動量反而好 是的 這個我也想知道 是不是那個運動量其實是很大的 你們是需要 譬如每天都去做訓練 因為其實這隻Mascot是不懂得說話的 是的 你不懂得說話的時候 只可以靠一些動作去誇大一點 那你越大動作 你越多 譬如我很簡單地說 就是在UBL裡面 那隻角色叫余太郎 嗯 那余太郎其實他是不打球的 是的 那我平時就在場邊的時候 那我就要裝畫畫 是的 只要在那邊走來走去看看東西 那就是這樣才可以令到這個角色更活靈活現出來 就不是站在那裡動在那裡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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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Jove 你呢 你的角色是打籃球 是的 如果說 是不是要用很大的運動量 其實都是看那個演員 他平時在做什麼 因為始終 就是以我為例 那我都有其他在外面的演員 那我們都是要去訓練體能的 都是 而 還有我的工作 都要用很多體力 那變了 其實十幾年 都是要用體力來累積的 那其他演員都會 是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其實這個都是看個人的情況 但是又這樣說 在UBL這兩個 只是說牛和鯊魚 其實他們的運動量是極高的 嗯 狂打球 狂跑 狂打球 狂跑 然後可以在半個小時裡 是消耗你一天的體力 哇 是否本身那個dressing 已經很重 是因為 第一 牛 如果你們幻想到的牛 是應該一隻比較火爆 牛魔王那樣的 有很有力量的 是的 而你出來的energy 就要很有力量的 蹦蹦聲的 然後你一見到人 就要撞過去的 是 是的 要撞過去的 撞過去的狗獎 當然我們又要去到那個位置 又不會弄到人家跌倒 是 小朋友來的 但是小朋友呢 就反過來 就是撩完它之後 小朋友就要追回去 對 那隻牛又要走了 另外呢 其實鯊魚 鯊魚來說 其實跟牛有點相反 雖然它也是一個很厲害的岩球選手 但是它是呢 就一個 迷人 一點的 他是一個帥仔 那樣的 那他走出來 我就會做的時候 就可能 譬如我看到那些客人 我到處都是 每一個都揮手 嗯 就令到好像很親民 那樣 那之後呢 我試過對上一次有一個活動 那就是會有一群 他們的粉絲在那裡 嗯 那我就是 他不是沙魚的粉絲 但是我那天呢 因為只有我一個 和他們的牛那裡 整隊人 是 那之後我就拘捕那群粉絲 我就不斷和他們玩的時候 他們就成為了我的粉絲 哦 搶了那些粉絲 是的 因為我就是 我會不斷去做很多互動 跟他們 是 那我就看到 就好像鯊魚 因為它鯊魚的樣子 其實是很酷的 嗯 所以就好像一個 相對牛來講 牛就比較大 那它鯊魚就是一個 花花公子的樣子 花花公子 對 鯊魚的眼睛是精靈一點的 是的 還有真的會有魅力的女生 男生都會有魅力的 因為它是很高的 都是很高的 都是要跟各位聽眾講一講 其實這個是來自一部漫畫 叫《宇宙當入進》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去了解一下 現在出了第三集 阿芬和余太郎 究竟是什麼東西 但是我有個問題想問 現在好像就這樣聽 我們就會覺得 Joman和Tbone 就是同一種性格的人 然後可能余太郎和Bosco 就是同一種性格的人 那是否沒有得對調呢 會不會可以 譬如Joman會做余太郎的角色 然後你會反過來做角色 可以嗎 首先 就要分析一下我們的高度 哈哈哈哈 是的 幸好的是 打球的應該要高一點 是的 我的高度剛剛好 可以打到球 也都別人覺得 是很難求轉秀身形 說高度真的尷尬 都不知道是不是在串對方 你太矮了 你做死那個 不是的 那次因為 其實我呢 余太郎和沙利都做過 是的 那兩個是截然不同的身高 是的 余太郎呢 其實我真的剛剛好 因為我 他有些位置差一點露餡 嗯 所以我會因為這樣 而動動少了 就會 令到這個角色就不太好看了 差一點露餡 即是怎樣 舉個例子 你看到米奇老鼠 是 那你不會看到裡面的人 是 是的 那就是呢 我做余太郎的時候 他差點知道我裡面的是我 哦 你會看到裡面是一個人 哦 那些人就會覺得 這個就不是余太郎了 哦 就會覺得他是一個人扮的Maskot 哦 很有趣 因為我們做Maskot的時候 最重要就是 要把自己變成那個角色 是 並不是我是一個人扮著他 這個我又想問了 因為剛才我們在開麥克風之前 Jomei有說過 他曾經扮過一個產品 一個切罐的產品 是的 這個切罐的產品 可以怎樣有character呢 好 首先呢 要形容一下那個罐 即是一個橢圓形 是 有一個雪櫃的size 是 可不可以說那個slogan出來 大家可以知道 我只說 Kawaiine 就可以了 是的 就是那個品牌 是 有顆棒球 是 是 這樣呢 即是如果說 首先 一個這麼健康的產品 你要給一個這麼健康的形象 給人家 第一個條件是什麼 活力 不用說 怎麼會說人民 是的 說不了 是的 而第二件事就是 怎樣表達到一個罐都很有活力 那你不會是拿一個罐 在地上滑來滑去的 是的 在街上不斷翻滑 是的 但是 原來也有些事情可以做的 就是 真的可以 那個動作 會要再闊一些 跑多一些 還有 可能 再出眾一些 要站高一些 是的 就不會覺得 好像來和你派傳單 是的 做的時候 始終我們的視野不是太多 但是始終要去到跑 或者是一個遠距離 我們就要再做多很多的搜尋 就是要看我們的180度有什麼 才去做下一個動作 要做得準一點 那就不會撞到人 始終很大塊的 雪櫃那麼大塊 是的 剛剛說要表現到你很活力 那你那時候是怎樣表現你的活力出來 這個經歷 首先 聽著這個台 做過Maskot的 就不要學了 哈哈 因為 數十年前 我也是很初出茅路的 傑作 即是說在銅鑼灣 通常它是想我派傳單 但是我又很不聽話 我真的會看到馬路剛剛紅燈 我就會站在線上 旁邊我會看左看右 人們準備走 那時候還沒戴口罩 我看到他們的樣子 你也看我眼 大家都好像準備過馬路的時候 我當然是看著前面 你想想 由紅燈轉到綠燈這一刻 那些人是還沒走的 是 最適合有一條直路去跑 這條直路 就是一條銅鑼灣的大馬路 是的 那時候的show go 是非常之好玩的 是的 當人們還沒走 而你走的時候 那你衝過去 那前面的人就會對家 他們就會有一個號碗 分開給你 然後就衝過去了 大家很友善 是的 很危險 是的 是的 需要一些途人協助 對 人家翻心也挺好笑 是的 是不是真的跌倒了 是沒有的 是的 還有如果這次要做到這麼誇張 其實我們現在都會做的 但是就可能要做多些安全的措施 是的 始終我們都是希望 一些人可以看多一些那個吉祥物 或者是那個品牌的一些東西 都希望做到那個效果 所以我們都希望安全做得足一點 嗯 找多兩個人看 可能馬路 協助 嗯 我有一個相似的經驗 不過我安全很多 是的 都是銅鑼灣的 那次呢 就是我做一個火星人的角色 是的 其實那隻角色一走出來 就像紅色綠色一樣 一定很出眾的 嗯 但是呢 那些人見到它就未必會讓 那我就只會 我會做一件事 我會倒地 噢 倒地 是的 當我倒地的時候 因為那隻東西好像是 發脾氣 是的會發脾氣的 那我就倒地 就是發脾氣 那些人看著我的時候 我就會分紅海 叫他們走開 那些人就會讓那條路出來 那些人不會摺你的 不會的 因為他見到這隻東西 其實他多數 他都知道 我要回到那條路 去出去做事 但是因為很多時候 銅鑼灣都是一個鬧事的地方 他們放工時間 我要出去 嗯 但是我試過那一天 就是譬如 我要20分鐘之內 我要下去 是 那如果我遲了 那我在外面出的時間 就會少了 是 所以就要盡快跑下去 那下去的時候 很多人 所以就是要倒地開路 倒地開路 因為那些巴士 都未必會幫你清一切 是的 我也有個經驗 跟大家分享一下 話說 我也是做過Mascot的 Woo 一個某健康牌子 一個超人 做什麼笑 我們忘記了 但是我戴了那個頭套 很大的頭套 我終於上台跳舞 很慘 然後一二三四 大家跟著 超人跳舞 然後我沒有在那裡搞笑 在那裡起雄 但是頭太大 我拍不到手 好像那些手短的人 永遠拍不到 但是我真的想知道 其實頭套已經很重了 那你們會不會 都需要很多時間 才可以穿到 那些角色的衣服 這個我有些經驗 因為其實 做某一個主題樂園的時候 我們其實出去之前 其實我們會遇到 可能當 一開始我們 可能是新人的時候 我會遇到三個子 那我就會檢查一下衣服 沒有問題 穿好 有時會 可能一早上還沒睡醒 撿漏了一雙鞋 是 那怎麼辦呢 那真的要馬上叫人 來送一些東西 甚至是 譬如要檢查一下 裝備有沒有問題 嗯 當穿起的時候 那可能 我們會對鏡 譬如疏好一些毛 做好自己 是 那準備好的時候 就可以快快脫脫了 但是有時候 譬如就是 你不知道有些什麼有趣的狀況 可能外面 那個Masko還沒回來 嗯 那可能你也要一早準備好 嗯 那你就一直穿著去等 那試過就是 我會見過就是 譬如 很重的那些 譬如有些很高的角色 他的頭已經重了 但是對門很矮 是 那他是新人 他一頂撞 哈哈 然後大家就馬上衝過去 你有沒有事啊 你有沒有事啊 旁邊的人看不看到呢 即是那些 即是那些 旁邊的人其實就看著 本身是聊天 是 看著笑了一下 即是衝過去 其實可能那些人 覺得是戲劇效果 都是 對你表現 但是很適合那些角色 是 因為那些角色也是蠢蠢的 哈哈哈哈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好像 演員的態度真的很重要 當然 因為剛才這樣說 譬如你要融入了那個角色 令到旁邊的人看你 是看那個角色 而不是看一個人扮的Maskot 我覺得這個很厲害 你要表現 首先要刻畫到自己的角色 你也要代表背後的公司 是的 通常我們做完 或者還未做 今天分享才說多一點 平時都會問 你是不是剛剛那個什麼什麼 是啊 但是問題是 那個時候 你明顯是 由頭濕到落 頭髮濕了 你明明一下 他都濕了 他都這樣問你 但是那個時候 都要回答 其實剛剛那個 我是他的經理人 你是不是有禮物想給 是 那是不是真的有禮物給你呢 是沒有的 幸好我都沒有粉絲 譬如當你看到那些小朋友 走過來抱著你 跟你說 很喜歡你 那你們那時候是會怎樣的 用我們的右手摸一下頭 右手 但是左手不行 對 左手要頂著家長 剛剛你們兩位 就是幫UBL做Mascot的時候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呢 Joman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在牽涉的 做的 例如有Event 也都有一些廣告的拍攝 接下來還有一些球賽 變了在Event 我們是會見到很多小朋友 小朋友是極之喜歡的 他會過來不斷抱著 然後就 哎呀好可愛 跟著呢 其實我們都很希望 旁邊的家長 會跟他說 這隻是一隻牛 即是有一點教育成份 是 但是當然 我們又說不到話 我們看著 我們的安全 他也不會說 這隻牛當然 你跟他打招呼 也不會 是的 其實我們都 希望接下來 可以做多一點 教育 即是告訴小朋友 這個是什麼角色 他為什麼會叉腰 因為他不滿意 你不請他吃 這樣 變成可以做多一點 這些有drama成程的事情 我們玩得開心 品牌又多些態度 立體很多 我覺得如果聽到Masko的演員 原來是做得很開心 很欣慰 Bosco應該也有很多 對 因為經常你的腦袋會在想 他們做完這個角色 脫下頭肚就會全身汗 好像是 很辛苦 總之 好像會有些雨淋下來 然後就這樣 說起來 我也想問一下Bosco 會不會有風扇在裡面 或者有沒有小冷氣 可以舒服一點 其實有些Masko是會有的 但是風扇 其實純粹是用來 崩潮Masko的 真的不是用來量 另作用的 廢的 我覺得沒什麼用的 不過我會這樣說 其實你出汗 那時候我出了一身人的汗 但是它就當某間的主題樂園 其實我們會有一些抵襲 就是一套打底用的 譬如我要出七套 那就大型七套 每一套就換 那就出去 其實呢 出到去 你可能會 剛才說回小朋友那裡 你看到那些開心的小朋友 很容易跟你玩 看到那些害怕的小朋友 那邊是經常都有的 因為尤其是你看到他的眼睛這麼大 你其實回想一下 他在上面看下來 其實是有點恐怖的 試過有一次 有一個家長就說 哪個哪個 我很喜歡你的 我們來探望你的 但是他說錯名 指著你 指著我 就叫另一個 我當然是 Andry Heather說 就生氣了 我就看著小朋友 那小朋友哭了 那一刻呢 怎麼做呢 就是我們有教過 可能會蹲下 就是跟他的水平試 首先就是伸手 伸手他都不過來 就可能叫他媽媽 爸爸過來 就可能一步一步 令到他覺得這個角色 其實都不是那麼恐怖 但是也有時候 我見過 就是譬如 有些家長真的很好 他們本身已經很喜歡這個角色 他們真的會幫小朋友 穿到整個這個角色出來 我見到這些小朋友 我一定會很開心地追著他們 我經常有一個好伯業的玩法 就是我拖了小朋友走 就是我帶著他 拐帶他 然後他媽媽就說 你走吧 但是小朋友應該會跟著走 是的 我試過真的有個小朋友跟了整條街 哦 撥到開心 好像被重行的小朋友 是的 但是小時候 我也是曾經有怕過一些牠們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看到就會 因為那個比例和人正常又不同 我有經驗的 有個哥哥姐姐的頭很大 眼睛大 我超級的 然後我是在街頭 然後是在街尾 避走了 我有一個經驗 因為我小時候去日本的主題學院 我有一張照片 現在也在 一會兒可以給你看 就是我看到那隻Mascot 是一隻星星來的 是 我哭著地離開這張照片 好像有King Kong 在後面追著你 是的 我帶我進去做的時候 我見到我的角色 我就想 不要是我 我不是我 誰知道真的不是我 不過是我的partner做的 我每次看到那些東西 我就覺得很噁心 這東西真的很噁心 有童年陰影 是的 但是我朋友就令到我 開始對他有一點沒有反感 但我還是覺得這隻很恐怖 我每次跟別人說 我一定不會走近去 他面對自己的恐懼 就不會害怕 逼自己面對自己的恐懼 是的 我最可能休息望睡 就是他 是的 現在就這樣聽 我們經常都會覺得 那些Mascot 你只會在主題樂園 公園裡見到 但其實接下來大家真的可以留意多些 原來香港的一些運動的比賽 球隊 你都會有機會見到的 留意一下他們 跟他們聊聊天 雖然他們不會回答你 他們不會 其實是真的會跟你聊天 聽不到聲音 也是用其他方法 我們用動作就可以跟你聊天 是的 你做不到出來 我很想見到 因為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記得 在NBA有公牛隊 那隻公牛真的會走出來 那隻公牛真的會走出來 那隻公牛就像T-Bone 對 就像T-Bone 對 很危險的聲音 我會看到無論是大人還是小孩 都會很開心 所以接下來大家可以留意多些 這些Mascot 不是不斷想著 我會看到這個演員 是想著這個角色 而這個角色後面 就是很辛苦扮演他們的演員 所以我真的希望大家會留意一下 接下來這個11月號 我們會出的一個 澳門的籃球學員 就會看到Mascot仔出現的三隻 對 就不是Bosco和Joman 是T-Bone和月太郎 還有Finn 我們到時就多點留意 跟他們互動一下 大家在活動見到他們的時候 就可以再跟他們玩一下 今天很感謝兩位Mascot記者員 上跟我們聊天 我們下次再見 辛苦你了 謝謝Joman 謝謝Bosco 下次見 拜拜